我想這個觀眾朋友 你也可以去Google一下2772 那之所以會出現說信仰的力量 帶你步入正軌 意思就是柯文哲現在就不是在正軌上面 因為他不是在正軌上面 所以看來明明中這個代碼 也象徵著他必須要被導入正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柯文哲 在過去這十年他證明了一件事情 他承載了大家對他的期望 當選了臺北市市長 成為第三勢力的代表 結果一路走歪了之後 現在竟然會因為徒利跟貪污的嫌疑 然後被上銬上求車送入土城看守所 所以呢大家看到他這個狀況 真的覺得不聲唏嘘啊 那當然今天陳佩琪呢 他有去送會客菜啦 他去送會客菜的時候呢 這個他帶去的東西 好像有良心跟枕頭是被退回去的 那有人就開玩笑說 陳佩琪送去的會客菜 千萬不要有香腸 為什麼不要有香腸 大家知道嗎 這是一個禁忌 你如果送進去的會客菜 有香腸的話 因為香腸的台語叫做 煙腸 所以代表會延長雞鴨 對柯文哲來講 冷溝的變成四溝的 阿伯這次進去低消市兩個月嘛 對 低消市兩個月 變四個月怎麼辦 是 我也都會想他了 四個月太晚我也會想他 我怕沒東西 那你就千萬不要帶香腸 去送他會客菜 香腸是不能送的 所以呢 這有人在開玩笑 就看這幾天的幾個畫面 什麼意思呢 第一個是有人做了這張圖出來 叫做阿伯第一天吃什麼 上面叫做 烤白吃什麼 那烤是上烤的烤白 當然就叫阿伯嘛 被上烤的阿伯是吃什麼呢 早餐是奶茶加銀絲捲 所以就有人在問說 上次把早餐複製一下 帶到立法院去的徐曉星 要不要帶六十份銀絲捲跟奶茶 到立法院去送給自己的同仁呢 然後中午吃的是黑胡椒豬肉 然後炸魚跟黑的海帶 淡花湯 所以這個大家在看說 阿伯好像在裡面吃的 好像也還不錯 所以陳沛姐還不一定要帶會客菜去 那第二個是為了感謝 這個看起來北檢跟北院這一次 都很辛苦也很認真 所以有網友做了這一張圖出來 這一張圖也很有趣也很可愛 叫做北檢剛收服了柯達鴨 你注意看他顏色 請問這個顏色代表哪個政黨的顏色 民眾黨的顏色 阿伯黑的民眾黨 阿伯黑的顏色 然後柯達鴨 柯文哲到達被羈押的狀況 這也是網友做的 那另外是剛剛乃余所說的 昨天的土城看守所真的很熱鬧 旁邊有很多的民眾 叫做在旁邊 在柯文哲去的時候 吶喊土城的選擇 柯文哲 祝柯文哲中秋節快樂 因為下下禮拜二就是中秋節了 所以也有人去祝他中秋節快樂 北家沒辦法越遠人團圈了 然後感到開心的人 還有誰呢 還有一個不需要高空彈跳的人 他叫做王世堅 這個號稱扶龍王的男人 你注意看 他的這個試菜的畫面 這個儉然的試菜圖是故意在奉刺誰 感覺他是個在奉刺柯文哲 在幫他做試菜的動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幾張圖呢 可以讓大家發現說 這個KUSO的狀況反映出來 很多人對於柯文哲 被羈押近見的心情 然後尤其堅哥呢 還送他起書蛋糕 這個實在也是 因為本來是羈押雙拼 後來接不羈押之後 接下來拼什麼 拼起書 起書蛋糕啦 起書蛋糕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諧音梗在台灣人真的很會玩 台灣人死都不放棄 前面我們已經玩了香腸炎腸 炎腸雞 現在已經到了起書蛋糕的起訴 所以這諧音梗在這兩天 看來發揮得淋漓盡致 但我們還是要回來講 柯文哲的案情 在昨天我們看到 台北地方法院的資料裡面 其實已經傳達出很多訊息 他基本上簡單說一句話 叫做圖利以上 貪污待調查 看會不會到達標準 所以這是五年以上 跟十年以上的差別 所以對柯文哲來講 他現在要等待的是 看起來除了圖利之外 那貪污的金流部分 這個在檢調 那邊應該會做更多的釐清 可是我們要給大家看 這裡面要給大家看兩個訊息 第一個是從我們看到 這個相關的 這個裁定書的資料裡面 提了三個很重要的訊息 那三個很重要的訊息 第一個注意看 當我們都以為說 阿伯看起來對很多事情 是不知道狀況 尤其是帳目金流 都是佩奇在管的 他怎麼可能會知道 第一件要告訴大家的是 昨天在裁定書裡面寫什麼 說柯文哲根據被扣案的手機對話截圖 顯示說柯文哲對相關帳戶的金流 他的掌握支配 巨細米遺 環環相扣 精明幹練 精明幹練是他上面形容的 我們都以為阿伯是生活白痴 都是佩奇打點大小事 但上面告訴你 沒有 這個阿伯對於自己的金流 對自己的帳戶 是精明幹練 所以千萬不要再誤會阿伯是生活白痴 這從裁定書看起來是不一樣的 第二個裁定書也告訴我們一個訊息說 這個柯文哲已經被抓到說 你的土力最最嫌重大的時候 在涉案了之後 他還跑去跟沈慶晶會面 完全不回避瓜田理下之嫌 不但這樣子 在裡面還提到一件事 原來沈慶晶在自己的精華查案 過的時候出現了論功行賞的狀況 這論功行賞就是我的精華查案過了 拿到我要的容積率了 所以開始要 這個有幫過忙的 你多少錢 誰多少錢 然後就在他論功行賞的時候 這時候發現有人的帳戶裡面 多了不明的金流 誰的帳戶 他裡面告訴你是 柯文哲的配偶跟他的子女的帳戶裡面 出現了不明來源的金流 請問這個需不需要查 這個要查嘛 這個是第二個 第三個來 這個我們在上個禮拜五 在乃魚的節目 我是不是有告訴大家 那消失的一個小時到底是在做什麼 為什麼廉政署的人 到柯文哲家裡去的時候 按電鈴按下去了 沒有回應 打電話給柯文哲也沒有回應 從6點20分到7點35分 這一個小時的時間 你在做什麼 你是不是在做滅政的事情 我們當時打的問號對不對 結果好了 裁定書告訴大家 這發消失的一個小時發生什麼事情 裁定書裡面告訴你說 柯文哲當時妨礙公務 試圖阻止將近一小時之久 就這件事情認為說 裁定書認為你柯文哲在這個時候 煙滅證據 因為有發現扣你的手機的時候 對話紀錄有遭到刪除的狀況 這是畏罪的舉動 所以從這個裁定書的內容看到 很多我們上個禮拜五 有待解釋的疑問 裁定書裡面就告訴你 對他就是在做滅政 他們就在刪除手機裡面的對話紀錄 所以你可以發現柯文哲這場訴訟戰 看起來很難回避 但我覺得更神奇的是什麼呢 我覺得更神奇的是民眾黨在回應這些柯文哲的司法風暴的時候 竟然是用兩個字來回大家 叫做出兵啦 出陣了啦 小草出陣了啦 欸 奇怪 現在是司法查到這些跟貪污徒利有關的作為 結果你們竟然現在要出兵 你要出兵到哪裡去 你要出兵台北地解署嗎 集結 出兵集結 不管是出兵還是集結 我覺得最不可取的是什麼呢 是這張圖 昨天上午 民眾黨的彰化縣議員 竟然到現場去煽動小草 然後說我們不放棄 我們不要命好不好 下面的小草還跟著喊好 我們不要命 拜託一下好不好 在偵查的是柯文哲的貪污跟徒利的罪嫌 結果你們在煽動小草 不要命的去做政治抗議 用這種方式 意圖保護自己的政治利益 用這種方式 意圖用政治去逼迫司法 非常的不可取 不但不可取 而且讓大家發現 民眾黨 你們這種做法 狹小草意圖威脅司法 然後狹小草還告訴他們說 我們不要命 我請問你 你們是在搞政黨 希望台灣更好 還是你們是在搞宗教 這像是宗教的行為 難道你是要叫小草去做訓教嗎 所以你會發現 民眾黨現在在面對 整個柯文哲的司法風暴 他們採用了焦土對抗的方式 讓大家發現 對於台灣來講 你們做的 絕對絕對是一件非常負面的事情 好 好 好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林桃給我七點半給你清水嗎 對啊 感謝支持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正論節目 狠狠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 突破2000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 男生的主題 紅綠粉招集力 週一到週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紅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 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 友善暱碼板 等你一起來